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什么时候创立佛教的呢 有哪些人信仰佛教 佛像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让我来告诉你 佛教的发源地在印度 印度次大陆 北以喜马拉雅山脉 东西两侧濒临海洋 有着高山 平原 高原等不同地形 受到西南季风吹拂 全年气候大致分为 良济 热济 雨济 在这多元的环境下 孕育出多元的生物 种族 文化 还有宗教 印度最早的文明 出现在印度河流域 大约在西元前25世纪 到前17世纪 达罗皮图人发展出 古印度河流域文化 后来 大约在西元前17世纪左右 亚利安人入侵并且统治了印度 在西元前17世纪到西元前6世纪 印度是由亚利安人统治者 他们在恒河流域发展出飞陀文明 在西元前10世纪左右 亚利安人发展出梵文 以梵文写成第一部经典著作 《飞陀经》 并发展出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 对印度影响深远 后来 婆罗门教慢慢发展成了 现在印度最多人信仰的印度教 婆罗门教属于多神信仰 主要信奉三大神 婆罗魔 有名梵天 是宇宙的创造者 皮施奴 是宇宙的守护神 师婆 则是破坏神 分别代表生 助 灭 三种状态 婆罗门教要求个人遵守规范 有好的行为就能产生好的业 业就是一个人的所作所想 他们认为 人只要善尽自己的责任 就可以解除肉体的枷锁 使灵魂进入极乐世界 称为涅槃 婆罗门教的观点 业 轮回 涅槃 因果报应 是所有印度宗教的共同点 亚利安人为了防止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血统混在一起 以及为了方便统治 创立了种性制度 他们认为 人的灵魂是由天神婆罗魔 也就是梵天所分出来的 认为由天神的口 尖 吸 脚 分出了四个不同阶级 不同种性的灵魂 分别是 婆罗门 刹地利 废舍 守陀罗 婆罗门阶级的人地位最高 掌管祭祀 教育 他们的职业通常是僧侣和祭司 刹地利阶级地位次支 掌管政治 军事 通常是国王或是武士 废舍 地位再次支 属于平民阶级 从事 农 工 商等职业 而守陀罗 他们的灵魂是由天神的脚 所分出来的 所以地位最低贱 只能当奴隶或是做低贱的工作 每个种性 职业 身份 世袭 通婚有限制 在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生活着 有许多人感到压抑和不满 在西元前六世纪 前五世纪 出现了宗教改革 佛教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摩尼 于西元前563年到西元前483年 生活在印度地区 他原本是加皮罗魏国的王子 属于差地利阶级 而加皮罗魏国 大约就在今天的尼泊尔 佛教的教义认为 人人生而平等 而灵魂与世上所有物质 都是经常变动而虚幻的 人类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有着欲望与无穷的欲求 那是万恶之源 但要怎么解除痛苦呢 只要摒弃一切欲念 反本无我 清净修行 多行善事 就可以脱离苦海 超越轮回 这样的信念 当时受到许多人的推崇 于是佛教慢慢传播开来 西元前五世纪 佛陀去世之后 原本印度地区有许多小国林立 西元前三世纪左右 出现了孔雀王朝 它是第一个统治印度北部的王朝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 阿玉王定佛教为国教 留下了第一批佛教艺术遗址 最有名的就是阿玉王石柱 那是为了铭记战功和宣扬佛法 阿玉王派人在恒河流域 及印度各地重要的佛教圣地 所建造的石柱 阿玉王以佛法高僧取代军队 使邻国臣服 促使佛教外传到西兰等地方 接下来 在西元前二世纪左右 逊家王朝取代了孔雀王朝 以婆罗门教为国教 这时候 佛教在印度本土衰为 分裂为大圣佛教与小圣佛教 圣是佛教用语 本来是车圣之意 后来用来辟语教法 象征教法能在修行者到达解脱的境界 小圣佛教主要的教义是强调自救 而大圣佛教强调普度众生 小圣佛教与大圣佛教分别沿着不同的路线 在亚洲传播开来 小圣佛教在西兰东南亚盛行 而大圣佛教则在中国、朝鲜、日本广为流传 所以在各地留下了佛教建筑 随着时代演变 印度本土出现了印度教 有些地区改信奉伊斯兰教或是基督教 佛教也就慢慢从各地消失 曾经的辉煌就这么被历史掩盖了 而西方国家经历了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 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 来到东方 开始研究以往从没见过的世界 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许多外国人在亚洲各地 发现了各个被时光所遗忘的佛教遗迹 当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文物学家 都为之感到惊叹 那些遗迹见证了佛教非常盛行的历史 那么从阿日王的时代西元前三世纪开始 经历了漫长岁月 留下了哪些遗迹 又有哪些遗迹被重新发现了呢 1818年 一支英国的军队发现了桑吉大佛塔 又叫做桑吉大宿堵坡 相传这是收藏佛陀与僧人以古以法的建筑 桑吉大塔一开始建造于西元前三世纪 孔雀王朝阿越王时代 后来在西元前一世纪到西元一世纪 又增建了东西南北四座沙石塔门 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速堵坡形式的佛塔 还有1819年印度海德拉帮的凡王 招待英国军官约翰史密斯一起上山打老虎 这名英国军官追着老虎来到西谷 结果在岩壁上发现了雕塑 他发现了印度最大的佛教石窟群遗址 阿占陀石窟 阿占陀石窟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 文达雅山的悬崖上 大约建于西元前二世纪至西元后七世纪之间 石窟开始建造的时候 正值阿裕王时代 经历了孔雀 逊家 吉多 戒日等好几个印度王朝 石窟里的壁画及雕塑 被视为佛教艺术及世界绘画艺术里的经典 影响了中国西北的石窟艺术 例如敦煌墨高窟 说到墨高窟 大家都很熟悉 1987年12月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墨高窟 俗称千佛洞 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 墨高镇的明沙山东路断崖上 墨高窟和云岗石窟 龙门石窟 并列为中国三大石窟 1900年6月22日 在敦煌墨高窟居住的道士王源路 为了保护墨高窟 四处筹募钱财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扫 当天 他的助手杨果 往现在编号第十六窟的墙壁上 磕烟锅筒 听到有空洞回音 告诉了王道士 于是 两人半夜破壁探查 发现了北侧涌道壁上的一个小门 打开后 发现 现在编号第十七窟的 一个方形窟室 里面 有从四世纪到十一世纪 就是从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 和纸画 捐画 刺绣等文物五万多件 这就是著名的藏金洞 王源路发现藏金洞后 曾经向当地的官府报备 可是那些官员却不重视 只下令王源路就地封存 王源路把部分金卷 卖给附近居民当作符咒 宣称那些可以治病 而这个消息 引起了西方探险家们的兴趣 1907年5月 英国探险家斯坦英 1908年春天 法国人薄熙和 1912年 日本大股探险队 1914年 俄罗斯地理学会成员 谢尔盖奥登堡 都从王源路手上 买走各种文物和佛经经卷 这样看来 各国探险家 确实掀起了一股佛学热潮呢 除了印度本土和中国 西方人也有别的发现 英和爪哇战争之后 英国于1811至1816年 统治爪哇 英国的史丹佛莱佛市上位 被任命为爪哇副总督 他对爪哇的历史 有着浓厚的兴趣 1814年 在巡视三宝龙的途中 他听说 在巴米塞格尔村庄附近的 丛林深处 沉睡着 一座叫做 婆罗浮屠的大佛塔 当时 莱佛市本人 没能发现这座佛塔 但是后来 荷兰工程师 Atrecy Cornelius 前往勘察 Cornelius和他的 200名属下 花了两个月 在丛林中开拓出一条 通往婆罗浮屠的路 由于佛塔可能坍塌 他也没能全部发掘 一直到了1859年 已经经过了45年的时间 荷兰东印度政府 才终于将婆罗浮屠 全部发掘出来 他们发掘了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佛寺 除了婆罗浮屠 还有 1861年1月 法国生物学家亨利木奥 为了寻找热带动物 无意中 在原始森林里 发现了宏伟惊人的 古妙遗迹 1863年 在巴黎和伦敦 同时发表图文并茂的 法文游记 先罗柬柬埔寨 辽国诸王国旅行记 他在第十二章 吴歌窟里面写道 吴歌是古高年王国的国都 此地庙宇之宏伟 远胜古希腊罗马 遗留给我们的一切 一见到吴歌的四叉 人们立刻忘却旅途的疲劳 喜悦和仰慕之情 油然而生 一瞬间 犹如从沙漠踏足绿洲 从混沌的蛮荒 进入灿烂的文明 想想看 在幽暗的原始森林中 跨过藤蔓 拨开树叶 数百年前所留下的 巨大十颗佛像 那么神秘的微笑 映入眼帘 确实让人感到无比震撼 那么 大家想过 这些探险家们发现的 佛教遗迹中的壁画造像中 怒目的金刚 低眉的菩萨 微笑的佛陀 是从哪里来的吗 这就要说到 在孔雀王朝差不多同时期 伟大的雅历山大大帝 在西元前三百二十六年 征服了波斯 和一部分印度的土地 使印度西北部 尖陀罗地区 受到希腊的统治 虽然 还是派印度人治理印度 也就是 大夏国 之后 大约在西元前五十年 在印度西北部 从西域来的大肉之人 建立了贵双王朝 取代了大夏国 甚至 还扩张国土 统一了印度和中夏游 也包含了 恒河流域的一部分 贵双王朝的国王 崇信佛教 佛教再度盛行 因为尖陀罗地区 曾经被希腊统治 受到希腊影响 在这里 形成了东西河壁的 尖陀罗艺术 尖陀罗艺术 指的是 西元一世纪左右 在古印度的尖陀罗地区 今天的巴基斯坦 阿富汗一带 盛行的一种 以希腊雕刻手法 雕刻佛教人物形象的艺术 本来印度人 从来不用人形来表现佛 在雕刻图案上 通常会以菩提树 代表佛陀成道 以梭罗双树 和空座 代表佛 以法轮 代表佛陀说法 以素堵坡 代表肉涅槃 而尖陀罗地区的人 打破了这个禁忌 将佛陀用雕像表现 还塑造了金刚 力士 菩萨等形象 在同一时期 在恒河中游的 莫吐罗地区 那里自古以来 就是印度雕刻艺术文化的中心 同样受到贵双王朝的统治 在莫吐罗 也发展出了不同风格的佛像 尖陀罗的佛像 常有着卷法 深目高鼻 脸颊丰润 而且嘴唇较薄 衣服纹路雕刻 属于后衣折风格 雕像的表情 通常静默安详 沉稳庄严 有希腊风格 而莫吐罗的佛像 则比较有印度本土的风格 这里的佛像 有着罗形法际 嘴唇较厚 肩膀宽阔 胸膛厚实 衣服纹路雕刻 属于薄衣贴体的 狮衣折风格 雕像的表情 常带有效益 目前研究的学者 普遍认为 尖陀罗地区 是最早开始雕塑佛像的 地区之一 但是 和莫吐罗地区 谁先谁后 学者似乎还没有定论 不过 这两个地区的佛像风格 影响了后世各地的 佛教艺术 让后人在丛林中 发现大佛的微笑时 发出由衷的赞叹 并且掀起了 佛学研究热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